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北京举行双边会谈,中国官网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是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川普则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一年多来台湾作为亚太区域负责任的一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致力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现状,符合区域各方的利益,也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我们乐见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未来政府仍将坚定制定政策,同时呼吁中国大陆与台湾共同创造台海与区域发展新机遇。 秋锤正说,多年来,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语六项保证以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坚定立场,这是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 我们也欢迎美方持续深化与扩大台美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政府将持续关注亚太整体战略情势的发展,并加强与区域各方的对话与合作。 秋锤正指出,两岸关系改善是区域与台海,双方共同的期待与责任所在。 我们与美中加强双边互动趋势是一致的。 两岸关系的开展,双方相互理解,这是双方共同责任,也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大陆应深刻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意见。 我们也愿意与对岸寻求良性互动的新模式透过一沟通对话来解分其此哪间够两岸相向而行的正确道路。